提起云南丽江,相信多数人第一印象会是玉龙雪山、丽江古城等知名景点。 除此之外,丽江还有一个小众却又迷人的地方——星空光测。 而每年双子座流星雨爆发的时间,就是丽江星空光测最好的时候之一。 丽江空气透明度高,很多郊区,尤其玉龙县台阳镇高美谷行政村区域,远离灯光污染,又往繁星满天,迎合清晰可见。 高美谷的气候特点——海拔与地形,使该区域拥有优异的适宁度——夜天光,非常符合庄业天文科研观测的条件要求。 丽江所处的东西石区,同一个精度,国内外均缺少天文台,得益于维度低,可以光测南半球的较大天区,弥补了中国其他地区无法对银河系中心进行光测的缺憾。 因此,在全球天文光测网和空间地面联合光测中,丽江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。 丽江的一个自然环境,特别好,像我们那边非常通透。 我们平时天气好的时候,牧师能看到200公里开万。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,就是说它这边是远离城市的灯光跟光害,所以说它这边的天光背景就是特别好。 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术语,就是说它这边的湿宁度特别好,是世界一流的一个湿宁度,所以说这边很适合来关心。 12月14日晚,记者在丽江光测到了数量众多的流星雨,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,活跃期在每年的12月4日到17日,以双子座附近为辐射点,最大可达每小时150颗左右。 双子座流星雨,颜色偏白,流星体速度较慢,肉眼容易瞥见,量流星很多,且总是在每年底的晴朗少雨季出现极大值,对追星一族有巨大的吸引力。 其实流星雨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现象,它一般是有一个小行星或者会星跟我们地区的一个轨道相遇,它的气体层安扫入我们的大气层,形成了这个流星雨。 像流星雨的观测呢,其实我们大家只需要注意到这个几个点,找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,第二,就是找一个没有光害污染的地方。 那个第三个,就是像因为现在是冬季了,大家做好一些保暖测试,还有一点,我要提醒大家的,千万不要对着太亮的东西去看,就是包括你的手机屏幕啊,这样会刺激你的眼睛的瞳孔变小, 那你看看星星呢,跟暗的流星的机会就会变小。 以托优质的天文光测资源,丽江市把天文科普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,应地制宜打造出丽江星空天文科普新品牌。 以点带面,形成了以天文科普带动生物多样性,生态环境地质地貌,气候湖泊,民族文化等全覆盖多领域的科普研学旅游新业态, 使科普旅游成为丽江的又一张亮丽名片。